韩丽探查了一番之后 在床上坐了下来 床上摆放了两套 玄斗式的服饰 短裤和披风 他看着这两套服饰 眉头微醋 不过还是脱下了身上的衣服 换上了一套玄斗式服 韩丽将自己原来的衣服 放在床头 肚子呼得一鼓 张口吐出一个墨绿色小瓶来 正是掌天平 看着手中的掌天平 他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幸好事先预留了这一手 在抵达青阳城前 便提前将掌天平吞到了肚子里 否则此刻掌天平 很有可能落入陈阳等人手里 韩丽看了掌天平片刻 再次将其吞入腹中 走到白色树根下 坐好 现在修炼才是最重要的 韩丽取出一枚塔罗兽河 兽河内的星辰之力不少 只是非常散乱 仿佛废水般地翻滚 他眉头微皱 还是张口将其吞入腹中 闭目开始了修炼 塔罗兽河入腹后很快融化开来 化为一团强大的星辰之力 这股星辰之力仿佛脱疆的野马 在体内横冲直撞起来 并且朝着外面溢散而去 和吞食其他兽河时候的情况截然不同 韩丽急忙全力地运转 羽化飞升功 吸收这股星辰之力 虽然他全力地运功 但如此前内人所言 仍然只能吸收小半 其他星辰之力迅速地溢散 但是就在此刻呀 异变突生 他腹中的掌天平呼得一颤 瓶口散发出一股柔和的光芒 正在肆意的星辰之力忽然受到了招引 尽数飞快地倒流而回 韩丽感应到这个情况先是一症 随即莫名地惊喜起来 急忙运转羽化飞升功 来吸收这股星辰之力 但是不等他吸收多少啊 这股星辰之力就汇入到掌天平中 他一拍额头 无奈地叹了口气 差点忘了 论吸收星辰之力的能力 我怎么可能抢夺过掌天平呢 塔罗兽和的星辰之力滚滚进入掌天平中 平内光芒一闪 渐渐浮现出了一滴绿叶 就在绿叶凝聚出的瞬间 剩下的星辰之力停止了进入平内 围绕着掌天平旋转飞舞 韩丽见此情形顿时一愣 随即长呼出一口气 继续运转羽化飞升功 吸收瓶口附近的星辰之力 这股子星辰之力经过掌天平的接引 柔和了许多 吸收起来颇为顺畅 而石室顶部的白色树根 散发出的星辰之力也汇聚而来 融入到他的体内 一股股星辰之力 融入羽化飞升功的第二个玄窍 这第二个玄窍缓缓转动 逐渐开始打开 就在韩丽修炼之时 第九区域内气氛变得有些微妙起来 道巴盘西坐在一间紧闭的石室前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断裂扭曲的手臂已经恢复了正常 只是伤口处仍然是一片黑红肿胀 他不时地朝着韩丽的石石望去 谋中闪过一丝怨毒 原本聚集于此的第九区内 其他玄窍师们见此行形 眼中都露出一丝不屑 在短暂一番焦头接耳之后 也纷纷地离开了 转眼之间 大半天的时间过去 只听到咔的一声轻响 道巴前面的石室缓缓打开 道巴顿时 一个机灵站了起来 快步上前 后在了门前 随着脚步响起 一个高大身影 从石室内走了出来 此人是一个独眼巨汉 身躯极为高大 比道巴还足足高出两个头 身躯更是粗壮 仿佛一头巨大人雄 投射出巨大的阴影 独眼巨人呢 胸口上纹着一个 硕大青色熊头 使其看起来 猙獰闪烁 整个人举手投诉间 散发出一股山脉般 巍峨庞大的气势 斗巴二话不说呀 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独眼巨汉的身前 哭诉着 独龙老大呀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这独龙一正 随即看到 刀疤的手臂 面色立刻一沉 老爸 你的手臂怎么了 我的手臂 是被一个新人打断的 事情是这样的 这刀疤呀 当即把和韩力冲突的经过 天忧加醋这么一说 着重突出 韩力丝毫不把 独龙老大放在眼里 知道这点悬点 是献给独龙老大的 非但不给呀 还把自己胖揍了一顿 独龙眉头微皱 看向旁边一个刚刚路过的 玄斗士 冷声地问道 刀疤说的可是真的 那个人看了一眼 刀疤 低头说道 情况 情况差不多 那新人确实有点嚣张 很好 现在的新人 是越来越不懂规矩了 独龙大步朝着 韩力的时势走去 不过就在这时候 他腰间悬挂的腰牌 闪过一道黑光 独龙停下了脚步 摘下号牌一看 眉头一皱 算你小子走运 独龙冷哼了一声 转身朝着自己的住处走去 刀疤迟疑地问了一声 独龙老大 我有一场比赛需要打 放心吧 等比赛结束之后 我会给你那胳膊一个交代 刀疤急急摆手 老大你专心打好比赛 我哪里需要这么交代 只是不希望 让您的威严受损哪 嗯 独龙满意地点点头 又回头向韩力的 332号房间望了一眼 很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里 小兔崽子 再让你多活一段时间 刀疤狠狠地看向 韩力的住处 转身也走开了 此时的韩力对于外边发生的一切 自然是毫不知情 他现在正在自己的332号房间内 盘膝而坐 两根手指夹着最后一枚塔罗兽盒 略以犹豫 扬起脖子 吞了下去 随后他闭上双目 继续运转起 羽化飞升宫来 片刻之后 他腿上的第二个悬窍散发出点点的光芒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越来越亮 不知道过了多久 随着扑的一声清响 这个悬窍散发出的光芒猛的一亮 接着又暗淡下去 韩力睁开眼睛 脸上露出一丝欣喜 借助着三枚塔罗兽盒的星辰之力啊 他终于打开了第二个悬窍 他常常呼出一口气 单手在地上一拍 身体借力一跃而起 然后双腿一动 整个人迅疾无比地在房间各处闪动行走 速度比之前快了不少 而且行走之时 身体的沉重之感减轻了许多 随着他对羽化飞升宫修炼的深入 他对于此功法也是越发重视 尤其在如今的情况下 务必要尽快地将其全部修成 只是他此刻身上的悬点 只剩下一点了 须得赚取一些才行 就在此刻 他放在床上的号牌 忽然亮起黑光 发出嗡嗡的声音 韩力取过号牌 上面浮现出一行小字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第九区域内 此刻聚集了十几名悬斗士 看到韩力出现纷纷投来目光 脸上露出古怪之色来 韩力对此也没有在意 快步地离开了此地 很快来到了兑换大厅 他没有在此地停留 走进了另一条通道中 通道内是一积极的阶梯 朝着下方而去 很快到达了底部 底部却是另一间大厅 和上面的兑换大厅面积相仿 只是此处光线有些昏暗 大厅前段是一扇巨大石门 隔绝了和外面的联系 厅内此刻站着一个 投生独角的大汉 别无他人 看到韩力出现呢 独角大汉看了一眼 眼中闪过一丝惊异之色 问道 你是丽飞鱼 是的 韩力说着把号牌挂在了腰间 独角大汉顶顶头 走到石门旁 手掌在石门上一拍 很好 来得很及时 稍后有一场你的比赛 好好准备一下吧 石门上卡的一声啊 打开了一道 仅供一人通行的小门 独角大汉 示意韩力在此等待 然后迈步走了出去 诸位 接下来的这场比试难得一剑 你方是一头三千五百年以上兽灵的虎林兽 此兽今天是第四次登场 在此之前啊 他一口气 胜了三名玄斗士 更是将其中两人 直接撕碎吞吃 是一头 名副其实的识人凶兽 独角大汉激昂的声音 在赛场上回荡 引起了看台上振振兴奋的呼喝 可能是为了突出韩力 初次出场 此时呢 另外两个赛台都停止了 整个会场只有韩力和虎林兽 这一场争斗 独角大汉继续呼喊 而另一名选手也非同小可 乃是一名极为罕见的 来自仙域的人族玄斗士 丽飞宇 此话一出 看台上观众们一阵哗然 这呼喝声响彻洞天啊 哎呦 人族玄斗士 已经多少年没讲过了 真是稀奇的事啊 那是我没记错 自从千年前 最后一名人族玄斗士 在玄城角斗场被撕碎了 这再也没有人族 卑贱的人族 必须一寸一寸 把他的血肉给刮下来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